5颗珠子 加了5颗珠子之后 这个部分我是要回穿中间的这里 中间的这个 右侧的这一颗 然后要继续往前走 继续往前 2颗 或者是3颗也可以 往前3颗 所以总共会前进4颗珠子 那一样在由下往上 前进4颗 因为刚才右侧前进4颗 那我们现在左侧也一样 要回穿4颗 可以分段中 那是不是已经回到这里来 那刚才这个是我们家的珠子 那我们现在要把它由下往上回穿 那刚才我们是不是加了5颗珠子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先 首先先将这5颗 刚才最后加的5颗珠子 把它先进去一次 5颗 这是刚才我们家的那5颗 那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中间的这个叶脉的部分 把它整合起来 所以这里会有2颗 刚才在中间的 没有 然后这里再前进4颗 那刚才我们现在 我们是从这颗珠子的右手边出来 这颗珠子的右手边是我们起点的地方 那我们就由左手边回穿到这颗珠子 这样子我们就已经完成了一个叶片 那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线稍微的收一下 再来做跟其他的配件组合 线要先收哦 要先收线 为什么要先收线 因为如果你要当一个配件组合的时候 然后这个线我们把它稍微固定一下 那线还是可以留在这个 就是回穿到这边来 这边等一下我们要组合的时候 来利用这个剩下的线 但是不要没有回穿 就直接用这条线来做固定 因为如果万一这个固定的线松掉的时候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位置不是你想要的 如果你想要重新的组合的时候 那这个叶片就会有可能散开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将两条线分开的收线 收好 那怎么收呢 收的时候就是依照我们编制的方式来收 然后我们是不是一样就是会有一组是上下 其实加上挡珠是不是都是三颗 三颗珠子 那先前进一组右侧 再回穿一组的左侧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做回转 直接就是跳过那颗挡珠 直接再往这边走 那我现在因为我要多回穿几次 所以我会一样会回穿这颗挡珠 然后再回转 就可以继续往下再去做收线的动作 跟我们在编制的过程是一样的 就可以往这边再继续收 所以你等一下到这里的时候 可以这样子往这边右左侧来 到回转到下面 再穿过这颗挡珠 再回穿这颗挡珠 再继续往前走 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子的方式来看一下 这里右侧上去 左侧下来 回穿挡珠再往上走 然后它等于就是右侧了 然后再往左侧下来 再回穿挡珠再往上走 以这样的方式 那但是最后呢 这个线要回到这个位置来 就是一样 你甚至可以就是在这里回转 回转几次之后 把线回到这个顶端这个位置来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 两个叶片 一个大花 一个小花 现在我们要来把它固定在这个网片上 那要固定之前呢 我们先来做一个摆设 看看你的这四个配件 你要怎么去做你的位置的分配 那我们可以就是在每一个配件的背面 都黏上双面胶 好 我们稍微来摆一下 因为它网片基本上它有一点滑滑 你摆上去它是会滑动的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先用双面胶 然后在这个背面都先黏上双面胶 然后我们稍微的来放一下 那个位置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好 那我们先来固定这个叶片的位置 假设我是要 这个 我们从大花开始好了 大花的位置 但是我如果这个网片我要拿零形的 而不是正方形的位置 好 那随你自己的意思 喜欢好来摆是很不一定 那通常大花我会把它摆在下面 因为它有重心的位置的问题 那这个小花呢 因为我是让它偏在这个网片的右下 左下角 所以我这个小花我就会再偏在这个 这个差不多是这个右上的偏 稍微右上的位置 差不多这样子 好 那这里是不是有一块是空的 那我们就用叶片来补 叶片来放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有两个叶片 所以我们就可以稍微的摆一下位置 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因为我们用这个双面胶 只是稍微的来做位置的平衡的测试而已 好 那我们缝的时候双面胶还是得要拿掉 好 那差不多这样是我要的效果 那我现在就要开始一个一个来固定 那我就先从这个小花开始 那我现在缝的时候 因为我的这个基本上 珍珠跟这个花 它都已经有固定好 而且我已经有稍微的收线 只是我没有把这个线剪掉 我只是留着线要来做固定用 那等一下这个花的部分呢 我可以就是上下回穿这个网片 来穿过珍珠 或者是这个起边的这个80的位置去做固定 跨过这个80的位置 让线很跨的这个80的位置去固定花 花朵 或者是用这个前进这个8米的珍珠 然后再回穿到网片的方式 去把花固定在网片上 要先看到你的打开网片的位置 然后再往背面 往旁边的背面穿出去 刚才是在正面 正面穿到背面 再由背面 就是这个附近的洞 再往前 往正面穿出去 好 那我现在要先来固定这个80的珍珠 所以我基本上我只要穿到 从这个 这个中间的那个 80的中间 往正面穿出来 穿过这一颗珍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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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花 那大花也可以同样的方法来做固定 那叶子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固定在这个 叶脉的位置 但是我们基本上不会固定在 很上面的地方 因为这样子叶片会变得 比较没有那么活泼 就会被你缝的很贴在这个网片上 那看个人喜好 那我不是比较喜欢 让它是有一点点活动 可以活动的感觉 所以我只会固定在这个位置 我只会固定它的根部的位置 叶片的根部的底下这个位置 好 那叶脉啦 或者是这个叶片的地方 都可以去做固定 那这边也一样 好 那你可以用这个 剩下的这一条线去固定 或者是用这个叶子 本身 我们收线 收了剩下的那个线去做固定 好 那最后的话 我们在这个网片的背面 再把它浮上一个简针 好 那简针你可以用热绒胶 或者是用线去缝都可以 好 那这个简针的位置 一定要在这个网片的三分之一 跟三分之二的位置分析点 好 不可以在正中间 不可以 好 一定要在比较高的位置上 那我们带的时候是这样子 在上面三分之一的位置 好 就这样子 好 那完成之后 我们的佩戴的话 如果我刚才的固定的 是在差不多这个位置上 就是在上半部的地方 而不是在下半部 好 那戴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效果 这样子